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冰 这一期来到了西华路这边 西华路虽然不敞,但是这边的美食感觉特别多 在这边除了方鸡,另外有一些华鸡是做腊肠做的比较好的 不同方鸡,华鸡做的是石膜腊肠 采用传统的石膜纯米制作 用的是乡下土榨的花生油还有大米 他们家主要做两样东西,那就是生滚粥还有石膜腊肠 就价格方面来看的话,可以说非常实惠了 整一张餐单没有超过十块钱的出品 有个冬菇肉片墙啊 在这吃 冬菇肉碗啊 冬菇肉碗啊 肉碗嘛,肉片嘛 肉碗就不是肉片啊 哦,怎么样啊 肉碗就肉碗,肉片就肉片 那就肉碗了,吃下 米浆是事先用石膜磨好的 做的就是铁板拉肠了,非常的快的 再要多个皮蛋粥啦 皮蛋熟,皮蛋熟肉 皮蛋熟粥一个 所有的食材就是先准备好放在旁边 感觉这家店看起来呢,就是家庭式的做法 应该是一家几口呢,在经营的 大概等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拉肠呢,就可以给你做好了 店的空间看起来不算大 外面做拉肠,而里面呢,就做生滚粥 小小的一家店在西华路呢,应该也蛮有名气的 知道这家店的朋友呢,请弹幕留言 时间大概是上午的十点多 路路续续的,也来了不少的顾客 这一碟冬菇又滑肠 价格呢,七块钱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这价格怎么样呢 炒粉吃起来给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薄 做的比较薄之余呢,它的口感也是比较滑嫩的 是不是用的纯米浆呢,这个我没有去烤旧 但它的米浆味呢,确实挺浓郁的 它的口感是略带一点弹性的,算不上特别的油滑 如果要比油滑程度的话,它还比不上我之前分享过的六计 但它有一点做的比较好的是,用的是纯杂的花生油 所以它的油香味啊,特别的浓郁 而且它给的馅料是真的多 里面的馅料是冬菇又滑,冬菇的味道比较浓郁 调的酱油甜度呢,刚刚好 吃起来呢,酱油的味道呢,是比较香甜的 看了很多街坊点他们家的生滚粥,所以我也点了一份 简简单单的,要了一碗皮蛋收油粥,没想到分量有那么大 这一碗皮蛋收油粥呢,价格就8块钱 我想朋友们从卖相都能看出来了,生滚粥的出品非常的优秀 粥底火候十足,熬得十分的绵密 从卖相你都不能看出来,它那种适逆棉花 皮蛋和瘦肉给的分量呢,也不算少了 最关键的是,用的是新鲜的猪肉 粥喝起来口感油滑,味道很清甜 加了姜丝和葱花调味,把皮蛋本来的腥味呢,给掩盖下去了 粥喝起来口感很纯滑,味道很鲜甜 8块钱能做到有这样的出品,个人认为啊,实属优秀了 这种店真的可以说薄利多销,做的完全都是街坊的生意 其实在广州,像这种街坊生意的店呢,真的也不少 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 完全靠地道的出品和实惠的价格撑起来 广州的老城区真的不发美食 有时间到这些地方走一下的话,里面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朋友们记得帮忙一见三连,我是大兵,咱们下期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业 但是,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的赏支持明镜与的场合enk 我们ically períیک bounced right,还是充分的 Sweden ここ我们可以墙南转发 Dowроб观察 appreciate我们 Kyiv